今天来看一下子墨去年做个照明设计案例 大京风旅游度假区活动的礼堂 参考岭南建筑的这么一个顾尔强的风格 像一片被软化的瓦片 非常有动感 虽然它是个静态建筑 这是什么鬼 这头光灯装在这些直线和曲线的位置 应该不是专业做照明设计的设计师做出来的方案 他需要更加艺术的灯光去表达 非常荣幸我们拿到了照明设计合同 非常感谢我们的甲方爸爸 给我们这么好一个项目去设计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方案 内部暖色光 外部冷光 我们采用了很多点光源 让它产生星星闪烁的感觉 我们采用了这么一个非常小的 这么长刀型的这么一个灯具 这个灯还是我们认为最有挑战性的一个灯具 来到了上海 找了一国内非常知名的品牌 WAC 那一家上海把博物馆搬到自己公司去的 这么一家灯具厂家 华哥资深的技术专家 杨志斌先生 常人也是用极其B生产灯具的 然后这个拉杆呢 它能够抵抗住外力的一些侵扰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的项目 所有的灯具都是由华哥的可变焦和可变功率的这么一个投光灯具去实现的 也就是这一款神奇的灯具 它角度是可以从15度到60度单灯可调亮度 通过这个旋钮调到0到100% 我们将二次封装点光源 非常知名的永店 杭州永店 它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款长方形的点光源 对这个灯具的外壳颜色以及管线以及最终的安装方式有一些要求 其他投光灯呢我们又找到了德科 客厅下的项目一直以来都采用的是这个品牌的灯具 跟德科的相关的领导和技术专家进行了很多的测试 然后给甲方去进行这么一个设计汇报 同时呢我们也是把灯具带到了现场 直接给甲方看 然后这个灯具的外观以及它的晚上发光效果 我们都是在一天内把它完成了 在会议室进行一些探讨 在现场进行了一些试验 不太理想的灯具我们都会把它取消掉 进行二次设计 在最终测试的时候 跟控制器厂家也进行了非常密切的一个沟通 我们要二的协议控制所有的灯具可调亮度 这个项目的后来在甲方的运营中 有很多的社会活动都在这个礼堂顺利的进行 给很多的市民啊游人啊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星光闪烁的效果 非常的有意见 就像我们的时间不断的有灯光在变化 在这个时间过程中有很多事物在变化 很多的朋友在这里细细美好的时光 献给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